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二百年 是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歷史文化學堂帶給你 香港聖工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太平天國 韓伯由陳子銘飾演 熊仁坤 紫超 由馬兆祥飾演 上帝 由李唐輝飾演 楊秀青 由李兆雄飾演 村民 友人 由江家橋飾演 2020年 一個充滿科技的年代 一個沉迷電腦遊戲的年輕人在房間裡 與朋友連線打遊戲而徒學 玩了一個全新的遊戲 叫做《太平英雄傳》 下面是紫超和朋友打遊戲時的對話內容 紫超啊 你幹什麼啊 都叫了你跟著我走的啦 是 又關我事 明明就是你走得太快 我都未清完怪物 當然你慢慢打囉 我都不想再和你玩了 說到這一句 紫超的好戰友 就這樣退出了和紫超所屬的戰隊 紫超怒到想把電腦螢幕打爛 當他舉起拳頭 拳頭就快點到螢幕的時候 突然間 連目前有一股力量 將紫超整個人吸進去 就是這樣 紫超穿越了時空 回到太平天國的時代 人坤啊 人坤啊 你叫我啊 我都不是叫人坤 人坤啊 人坤 你醒啦 太好了 你沒事了嘛 發生了什麼事啊 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我不是在家打遊戲嗎 打遊戲 什麼是打遊戲啊 你是不是病得太久 搞到你有一點點神志不清啊 病了太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之後紫超又睡著了 突然間 有一把特別的聲音 不知道在哪裡傳了出來 奇超 奇超 你又是誰啊 奇超 奇超 啊 I am your god I am your father 你哪位啊 講什麼英文呢 別都認真認識啊 你聽我說 我是上帝 我這次派你下來 是要你回到古代 副身做的紅人坤 真是當今的紅修寸 斬殺炎羅妖 請救創身 誰是炎羅妖啊 你是不是在玩我啊 炎羅妖 就是黑白交配儀成的怪物 真是當今皇帝咸豐 我會助你一臂之力的 幫你推翻清朝 建立新時代 你的鄰居 馮雲山 楊秀青 都是我派下來的 可以信任他們啊 信任他們啊 喂 上帝 上帝 就是這樣 智超 附身的人坤 就這樣醒了 自從南王馮雲山 和西王蕭朝貴 戰死了之後 權力就集中在楊秀青一個人身上 自從我 大兵由廣西 打到南京之後 由於戰功顯赫 現在實質的指揮權 主要都集中在我楊秀青的手上 紅秀全對我又信任有價 全部大小事情都取納我的意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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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晚 楊秀青在發夢 I am a god You have to listen to me 我要派你做太平天國的領袖 連紅秀全都要聽你的命令 蛤? 我真是要做太平天國的領袖 是呀 你去呀 我去看紅秀全 紅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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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 我為你立下這麼多的好馬功勞 天父昨天報夢給我 要求你 將我由九千歲 封為萬歲 秀青 那好吧 你的生日都快到了 不如就在你生日那天 我正式封你為萬歲 謝天皇 誰知道紅秀全其後密照 要偉昌輝和石塔開 諸殺楊秀青 到了1864年 紅秀全身體不適 將不久離開人世 當紅秀全臨死那一刻 紫超脫離了他的身體 回到他的現實世界 回想起太平天國的經歷 我明白到 宗教雖然可以帶來人有的心靈遺跡 被人有著鼓勵 但是宗教也很容易被人利用 所以我們接受宗教的時候 不應該盡順宗教的教義 要細心思考 亦期望宗教帶給人類 有正面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 唉 我都是不打那麼多機了 都是看多些歷史書 借古鑑金 紫超經歷了一件事之後 立志做一個牧師 宣揚正確的基督教思想 太平天國 全劇圓 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二百年 是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歷史文化學堂帶給你 歡迎回來 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二百年 我是你們今集的主持人Fanny 我身邊有中國歷史教育學會的主席 方耀輝老師方sir 方sir你好 你好Fanny 方sir坐在我旁邊 就是怎樣呢 正說你們在幾分鐘前 就聽到我們一個廣播劇 由香港聖工會何明華會督中學的同學仔 去演講的就是太平天國這個劇目 事不宜遲要問一下方sir 方sir這個劇 首先我們評價之前要講一下歷史 在太平天國這個劇裡面 其實是哪一段的中國歷史 這段歷史就是中國清代中段的歷史 可以說清代中衰面對的第一個 比較大型的內亂裡面 就是這個太平天國 時段應該是1850年時間裡面 這段歷史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或者是我們通常讀歷史都會知道的一些東西 是的 歷史裡面無可置 就是大家剛才聽過的劇目裡面 就是洪壽傳這個主力上面的 就是創建出一個太平天國 希望透過這個創建的理想的角度 就推翻這個清朝的政府 當然了 事實歷史上面 最後裡面也都逃不過一件事 就是腐敗的政權 就是這個太平天國之間的內鬥之外 就是腐敗的政府裡面 結果都被人民遺棄 也到清朝上面 捲土從來就會把這個動亂裡面 或者叫做這個亂事裡面 來亂裡面就平定了 都是一個很typical的歷史 都是腐敗然後被推翻 是的 歷史裡面很多時候就是 就是政權者面對一個 就是我們叫做 當它風光的時候 那一刻我們叫做首葉 都是一件非常難度高的地方 在風光裡面 維持那個風光都不留意 那我們就回到劇裡面 一定要問一下方sir 就是覺得劇本如何 這個劇就是我錄的裡面 我覺得比較短的 因為它只是分了三幕 是的 其實那個劇目就短之餘 其實同學都會有一個想法的 扣緊一件事 時下裡面的年輕人 很多時候都會喜歡網上也好 或者甚至打遊戲機 變了它就會用了一個引読 就是這個太平英雄傳的遊戲 唯一一個我覺得就是 同學都可能要引述一下 究竟太平英雄傳這個故事上面 的遊戲裡面的藍本 其實可能就會帶給大家 在聽的劇目上面 會更加知道 這個熊仁坤 和這個熊壽傳這個人物 你會看到 這個名字裡面 讓大家起碼都知道 究竟交代些什麼 甚至可能剛才Fanny說的 紫超這個人究竟是什麼 其實當大家跳躍的情況裡面 出現了的時候 就變成大家在聽的時候 那一刻就可能要花多一點功夫 但整體上 其實同學都能夠 扣緊一個事情上面 我們經常說的就是 這個太平天國建立出來的 也可以說是中國裡面 第一次裡面引入了一個 我們所說的西方的思想 有交代上帝 就是聖經裡面 也都因為這個熊壽傳的經歷裡面 就牽動到整個中國裡面的歷史上面 可以說 如果問我在一個角度來講 其實是一個西方裡面的思想 啟蒙到我們中國裡面 大動到我們中國人開始認識多一點西方裡面的思想 當然 你說原因是因為他們帶來的後果 可不可以說多一點西方 原來他們用英文是有這個歷史的背景 因為我自己都在想 為何無緣無故講英文 他們用英文裡面 正如剛才說的上帝 然後他們就交代到這個人物裡面 就是因為其實 就是當這個熊壽傳在他落地上面之後 他就在一個他交代的所謂蒙景裡面之下 就得知道他自己成為這個上帝的第二個兒子 於是就牽動到他就有一個使命 就是他好像所謂解放這個 或者解救我們中國裡面的人的苦難 於是就開始他那個太平天國的理想 於是同學裡面的交代 就是關於清朝的對象裡面 就是要怎樣去打倒這個清朝 於是就西方裡面的一個思想上面 就透過一個讀書人 於是又來到這個中國裡面 是的 太平天國的意義 我相信在這裡會有一個其中看到的 先問阿方Sir 覺得這個劇本的結構 或者它的選段 或者是它裡面的對白設計 是由你來講的評價是怎樣的 我整體覺得還可以做多一點的 即是無論交代的一個幕裡面 其實第一幕、第二幕和第三幕 變成在中段裡面交代到 可能在這個楊秀清 也都所謂叫做什麼 就是夢見這個上帝 其實這個正正是這個 其中一個太平天國出現的問題 就是這個奪權的問題 就是權力鬥爭 楊秀清就開始會發覺 在紅壽傳身邊裡面的人 隨著大家都記得 剛才的榜譜說 身邊的馮雲山 蕭朝貴在戰死之後 其實很明顯地 除了在楊秀清的權力之後 身邊的紅壽傳 真的沒有什麼人可以幫到他 於是這個人 也開始有野心去奪權 其實這裏都可以交代多少少 關於楊秀清和這個 紅壽傳之間的角力 其實彼此大家都會面對的 就是一山不能創二父 很明顯地 究竟楊秀清怎麼去設計地 去為他自己的權力上去鞏固 其實都會拉攏他們的兄弟們 怎樣去到 跟這個紅壽傳裡面去對抗 明白 好吧 最後我們再問一下方sir 同學仔 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同學仔 我想都可以說 不妨去從一個想法 看看對於大平天國 究竟歷史上有沒有一些評價 甚至有一個反思的情況 正如我剛才說過 就是一個統治者 當他們在一個創業去到南京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紅壽傳 究竟可不可以去撤之以恆裡面 相反他就越來越背離了 他原先的設定出來大家的要求上面 於是就慢慢地遠離了他最初的理想 也都可以給同學了解多一點 究竟這個太平天國 這個就是什麼 所謂我們一般來說 農民戰爭 或者甚至起義之外 究竟背後上面 怎樣去啟敵了往後的人 對歷史上 即使孫中山有些部分 他是對他的王權的思想 尤其是紅壽傳這種王權的思想 他是不認同的 但反過來為什麼孫中山都會覺得 他自己都是紅壽傳第二 就是歷史上都會交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相信 就是那個反對列強入侵之餘 他對那個民族的思想上面 其實他都受著這個紅壽傳的啟發 明白 今天方sir短短時間說了很多 其實每一段歷史都可以引發我們想很多 今天麻煩方sir先 我們新聞過後再訪問一下同學仔 究竟寫這個劇裡面有什麼花絲 好我們待會見 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二百年 是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歷史文化學堂帶給你 歡迎回來DBC數碼四台校園台 小嘴巴大世界之近代中國二百年 正話聽到一個廣播劇 就是來自這間香港性工會 何明華匯督中學 在我身邊都有他一班學生 以及幫忙帶這班同學仔演繹劇的一位老師 事不宜遲 我要跟他們聊聊天 看看他們的製作過程是怎樣的 首先就有 右邊有Miss Chen Miss Chen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陳老師 陳老師旁邊還有兩個學生 你是什麼名字 你好 我叫馬蕭翔 大家好 我叫江家喬 是啊 可以叫喬喬喬和馬翔 是嗎 是 你很害羞 好了 你要告訴聽眾 在劇裡面哪一個是負責想這個故事的呢 是我想的 我是馬翔 我知道喬喬和馬翔都有份想的 是誰想得多些 或者誰首先發起我要用這個劇目的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的題材是想的 而穿越時空的理念就是由阿翔想的 是啊 是我想的 那個劇如果大家有聽 有一個位置是由現代回到古代才開始的故事 阿翔翔可不可以說一下為什麼有這個概念呢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看不同的卡工片 我特別喜歡看一套數碼 它也是由現實世界進入電腦之後 去到數碼世界 我覺得這個題材可以吸引到觀眾 是 那就融化了 那我想又問一下 去想對白的過程是大家怎樣合作的呢 是一人一句啊 還是說不是的 有一個人要看了很多書才行 都是一人一句的 每人設計一個對白 嗯 那會不會裡面是有些什麼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否譬如在吃飯的時候 是突然爆了一句出來 就是這樣阿翔翔我要用這句 那天想對白我發燒沒有去到 啊 是啊 就是你最厲害的就是給了那條計劃 是啦 轉換時空 所以餘下就是阿馬祥的發揮 是啊 當中其實有一段對白都挺有趣的 就是 李唐輝那段上帝那段 就是用了什麼 I am your father 其實都挺有趣的 是有英文和中文交集的 那想得過程久不久啊 也不算久 大概一個小時就搞定了 就搞定整個劇 是啊 哇 心機旁邊的同學很羨慕 這樣呢 那個過程裏面 MISS的角色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都是給一些 可能是資料上面的補充 因為我發覺同學在製作的過程裏面 在有些太平天國的歷史知識 不是那麼充足的 因為可能在現時教科書 對於這個課題都比較顯淺一些 所以在做的過程裏面 當同學可能面對到一些困難 對於某些歷史史實 不是很認識的時候 那我就會從旁指導 或者去上網和他們 找一些資料一起去求證 例如記得在一個劇裏面 做到洪秀傳和楊秀青的政治鬥爭的時候 同學都是對這一幕比較空白的 我們就一起去上網尋找資料 去查考裏面一些事實 我想我當中在裏面的角色是一個輔助者 今次都是給同學多些自己去 充分發揮他們自己的不同的才華 或者創作的意念 MISS很好 其實MISS是他們一班同學的 教歷史的老師 教中史科 MISS有沒有發覺原來寫劇 都是一個挺好的學習途徑 是嗎? 是呀 很好 因為平時同學在課室裏面 可能就這樣聽書 雖然我們有時都會有些互動的教學 或者遊戲給同學玩 但是那種的學習上面 我們都是可能 至於一個教科學上面的知識 但是當同學有機會 自己嘗試去創作廣播劇的時候 他們可以去找其他的史實去支持自己這個劇本 其實這個過程就好像在沉索一手資料 那同學我覺得在裏面 可以自己學習去攜集史料 求證史料 繼而再去有一種創作意念 擺進去去寫成一個劇本 我覺得同學在裏面更加是獲益良多 讓我先問問兩個男生 阿喬喬和阿馬祥 是不是學了很多東西 是啊 例如有沒有什麼 你還沒寫這個劇之前 可能是一張白紙 順帝說到那個嚴羅妖 原來就是那個 當時清朝的鹹豐帝 挺有趣的 即是可以再進一步去 找到這個人 究竟他有什麼背景 對 最後問一下 對於寫廣播劇這回事 你們是不是一個都很新的嘗試 是啊 是誰去鼓勵你 MISSY上課 講了這個比賽 然後就膽粗粗試一下 那阿馬祥就被你拉下水了 是啊 過程裏面最享受是什麼呢 最享受就是這個 聊劇本 因為可以 順便可以聊聊天 又可以學到東西 那會不會想著 繼續還有這些創作的時間呢 即是這個廣播劇完了 會不會突然挑起了你的心 是很想繼續去 如果有其他機會的話 都會盡量嘗試一下 那如果下次給你再寫一個劇 你有沒有想著要 哪一類型的劇 或者跟這次有什麼不同 或者有些東西你想改 嗯 應該都是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有我喬喬 喬喬呢 我會啊 什麼都玩 那我們廣告回來之後 繼續有另外三位同學 都是有份演這個太平天國的劇 那我就去訪問一下他們 這個劇裡面有什麼得著 小嘴巴大世界之 近代中國二百年 是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歷史文化學堂帶給你 好 回到最後一節的小嘴巴大世界之 近代中國二百年 繼續我身邊有 來自香港姓公會 何明華會讀中學的一班同學仔 他們就演繹這個太平天國的廣播劇 正話就問了missi和兩位編劇 miss Chen 現在就到三位同學仔 沒有份編劇 但是很大的角色 因為是聲演 一定要有人聲 那這三位同學仔 我由右手邊開始介紹一下 明仔 Hello Hello 你是負責什麼 我是負責龐伯的 龐伯的 好 明仔右手邊就有 聲聲 是呀 聲聲 聲聲負責什麼 我負責上帝 是呀 她演繹上帝這個角色 好 最右手邊 Hello 你好 我是廖少雄 我是飾演楊秀青 楊秀青 是呀 飾演主腳 好 那你問問三位同學仔 是不是第一次玩廣播劇 是呀 是 誰覺得很好玩 靜了 都蠻好玩 這個活動令我明白了 團隊精神那些東西 還有咬字清晰方面那些東西 嗯 是呀 做一個廣播劇的咬字很重要 因為只是聽到你的聲音 那明仔在這個劇裡面飾演龐伯的 問一下她先 會不會覺得龐伯是好像沒有什麼演繹的成分 在裡面 都不是的 一個廣播劇呢 龐伯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來的 不然的話就帶動不到奇妙的劇情 嗯 是不是你自己選擇去做龐伯的 是 那你有份要想一下那些對白呢 還是你都看完劇本就 有想過少少的 是 那星星就飾演 我知道她飾演一個很厲害的角色 因為是上帝 那星星要講英文的 是不是你自己選擇的那個角色 算是 因為我 那些人覺得我夠惡 但因為上帝的聲音要沉一點 那我沉得了又夠惡 那些人就照我選上帝這個角色 那就配合了 是 那繼續旁邊就有主腳 主腳飾演楊秀青的蕭雄 是 有什麼感想啊 這次參加了這個劇又做主腳 有很多感想的 例如咬字要清晰 還有語氣要 都要控制好 因為飾演楊秀青的時候 有一個人是大笑的 然後也是笑得很辛苦的 我跟他們錄的時候 都笑了幾次 終於有那個神髓出來了 那練習就可以令到這件事好些 那我想問一下是 你自己認證我要做楊秀青 那還是說編劇找你呢 都算是自己選 為什麼會選主角呢 因為其他都是 他們都已經選完了 然後只剩下一個就我選了 是這樣的 主角留了做最後的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那我問一下三位先 正說你問過我們的編劇 喬喬和阿祥 他們都其實覺得這次這個劇做完之後 對他們對歷史是認識多了 那是不是對你們三個都有這樣的反應呢 算是 本身你們喜歡不喜歡中國歷史 喜歡 當然喜歡 如果怎會選到喜歡科 是吧 但是劇對你們又有什麼影響呢 令我們更加明白太平天國的歷史 加深一點中市的認識 很正面 阿邵航呢 都是跟他們差不多 其實 那會不會想著 還有機會 將來去玩類似的廣播劇呢 如果有的話 我們都會去玩 都會選擇參加 其他都在 有機會 有機會就玩 贊成 是吧 那我先問一下 中國歷史 講開 有沒有說 哪段歷史你們很有興趣 或者 三國 感受深一點的 三國 為什麼是三國 因為三國 你們特別喜歡他們 而喜愛那段歷史 還是反過來的 例如三國的周瑜 那方面 什麼三喜周瑜 那個故事 我覺得很好看 三國的陸信 我也想知道 多一點他的 事情 嗯 會不會覺得 歷史來大家都很遠 但是又 又不是 這方面 為什麼呢 歷史可以讓我們借古鑑金 就是可以 是 跟自己今刻的生活 都可以弄到關係 是 都挺特別 因為其實很多同學 都覺得歷史 真的很悶 而且離他們太遠 究竟為什麼要讀呢 這樣 可能藉著這次的活動 或者聽到 他們的訪問的時候 大家收音機 旁邊的同學仔 都可以重新想想 其實歷史科 都可以很有趣的 今天我們很簡短的訪問 但都很開心 可以認識到 聖工會何明環會讀中學的一班同學仔 臨走之前 不如跟大家說聲 拜拜好嗎 拜拜 拜拜